欢迎收看7月19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婉珍 一起看到本节的新闻重点 展览志工出动 独居老人住新家 光雕音乐会第四场 弦乐家同场演出 乐陶季编织品推广 附风社区热力行销 绿色山秋小米年纪周末风起来 马上来看到的是 由台东县政府结合的木工 泥水还有水电油漆铁工 等五个职业工会所组成的 展览志工团队 总共有30名成员 在103年他们展开了 为台东地区弱势 低收入户还有独居等迫切 需要帮助的老人进行房屋修缮的工作 去年完成了三户修缮的案件 而在第四户今年也修缮完成 在19号县长黄建廷在社会处长曹建秋的陪同之下 他们一起探望了黄型屋主 也亲自感谢志工们无私的奉献 让爱能够传送到每个地方 新的床垫新的枕头还有新的棉被 县长黄建廷一一的摆设 在新园社区这间房子里的房间 长年来只要是外头一下雨 里头也跟着下雨 屋顶残破让独居在这里的黄吉红老先生 饱受有家住不得的困扰 十年之前屋主黄老先生因为手部受伤导致无法就业 而黄老先生日常生活的起居 虽然还能够依赖姐姐的帮忙 但是房屋老旧大大的影响到 独居老先生的生活环境 县府社会处障碍志工 结果消息立刻出动 替老先生进行房屋修缮的工作 这个案子我们帮他修缮了屋顶 屋顶因为以前铺帆布 那也破损了 所以只要碰到下雨天都会漏水 那正好漏水的地方又是他睡觉的地方 那本个也没有办法有好的床 床也整个都腐坏掉了 所以这次帮他订了一个新的木床 那我们也赠送了一些床垫 跟新的枕头棉被 我相信这样子可以让他 不用担心在下雨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睡觉 展爱志工这样的爱心我们非常的敬佩 今天特别也专程到这个地方 来感谢我们的志工团 然后也希望我们独居的这个黄仙 这个从今以后能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生活的品质 我们社会处推动这样的一个展爱志工的工作会持续下去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结合了木工 泥水水电油漆铁工五个职业工会组成的展爱志工团队 也亲自感谢展爱志工们无私的奉献让爱传到每个地方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导 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光调音乐会 越到后头是越来越精彩 继上一场的全球首创海滨日出光调之后 第四场来到了台东县体育场 老天爷非常捧场 微风的天气顺利的是将八颗热气球同时展开 现场也吸引了将近2000名的观众 而音乐会也特别请来知名的弦业家同场演出 搭配现场的音效和声光效果 让民众是惊呼声连连 继上一场在泰玛里曙光源区的光调音乐会 也是全球有热气球活动 首次在海边掌球的撞举之后 第四场来到了四区台东体育场 老天爷的同场只有微风的天气 顺利将八颗热气球同时展球 现场也吸引了近2000名的观众 包括现场洪剑亭抗力 以及乌拉圭大使等贵宾 一起体验光雕音乐会的魅力 音乐会特别请来国内知名的弦乐家同场演出 是为身材搅好穿着华丽服的音乐老师 以热气球为背景 特制的乐器随着节奏变化出不同的LED灯光 加上磅礴的音效和声光效果 民众看得是惊呼连连 节目压轴还请来台东歌手佳佳来到现场演唱 在热情的观众前面一连唱了四首歌曲 不过选择在狭小的司令台 让台上左右的观众和台下的民众不知所措 不再以热气球光雕背景的草地来演唱 似乎有点不周全有点失望 多产新闻陈金雄台东市采访报道 长期积极推动部落编织手工艺的推广 富丰社区在18号的晚间 选择在铁花村聚落步道上 举办月桃祭的异品推广活动 而当天还邀请到玛格巴亥的公主和勇士 担任现场走秀的model 将九位资深部落妇女 敲手制作的特色编织帽 一举要上舞台 也透过model走秀 将月桃夜编织的阿美族风格 一次呈现在民众的眼前 热情奔放的阿美族舞者 为当天月桃季行销推广活动揭开序曲 富丰社区近年来积极推广 部落妇女编织一品 在许多编织品中 台上这九位称为富丰社区的支女们 为了要与其他部落的作品 有所区别 特别想出要以月桃夜帽 作为富丰社区的主要特色产品 我是觉得说我们的夜桃的包包 叫好不叫做 但是最重要就是 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市场里面 但是最重要就是 我后来发现有一位妈妈 后来她就把旁边的那个 做包包不要的那个须 拿去丢掉了以后 我觉得好可惜 是不是可以拿去做别的东西 病毒倒掉了以后 我就把东西放在帽子里面 哎呦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来做帽子 很棒 这个就是从这边开始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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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还邀请到 马卡巴哈公主勇士成为走秀的主角 各个头上戴着不同款式的精致月桃夜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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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部落传统手作工艺 不仅让老一辈的记忆能够传承下去 最重要的是将传统转化为流行 透过款式的变化与创新 让草帽也能够逐渐让人们接受 活化在地的部落特色 富丰社区经营有成 名声打了出去 月桃帽渐渐也成为具备外销潜力的台东代表性商品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时报导 金丰香举办40多天的小米文化记忆呢 终于是圆满落幕了 整个活动在丽丘社区发展协会的努力之下 办理的相当成功 也让丽丘村不论是产业和文化 都让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18号的闭幕活动 同时也展开了丽丘部落的封面季 族人和游客同欢聚 传唱的歌谣在夜晚环绕整个部落和山林之间相当热闹 穿着传统服饰 可爱的部落小朋友 一一的发送刚出炉的小米粽 7月18号丽丘部落好热闹 不仅是庆祝办理围棋一个多月的小米文化记圆满落幕 也是部落的小米年纪开幕活动 我们的烘年纪年年进步 我们的丰收年年大有丰收 我们的小米 以及其他的农产品 希望在我们每一年的丰收 季节里除了我们一起庆贺之外 也让我们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能够品尝我们金风香的特产 从白天到晚上天空虽然随着天黑下起雨来 不过族人手拉手跳着大会舞是越围越大圈 越来越多人加入 而萤火是越烧越旺 场内热闹 连场外的交警也嗨了起来 将近百年历史的丽丘部落 从民国十年只有六户人家 在民国三十二年以及五十五年间 陆续有屏东地区的排湾族人加入 到现在整个部落已有百户人家 而今年办理的丰年纪意义非凡 丰年纪过去都是以社区为主 头目来做一个配合的动作 那这一次乡长有了不一样的一个作为 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过去所原来的文化 能够找出来 成为让我们头目都能够传述给我们的后代 因此由头目来承办 凤年纪这样的一个祭典 然后再来搭配整个部落的活动 在社区里面推动能够发扬光大 也是把我们的产业能够继续的发扬 部落文化传承对每个原住民族群来说 是重要的使命 而现今的部落丰年纪 不仅可以看到部落流传下来的文化 也看见族人推动地方产业的努力 成功的带动了整个部落的发展 东台新闻温格金风香采访报导 坐落在台东市郊的县议会 不只具备议会的议事硬体建物 周围的景观设计和绿化程度 远胜过台东市任何一个工部门的办公环境 在市区腹地不断逐年减少的当中 一连一栋接着一栋的大楼林立 相对的缩小绿地面积的情况之下 在这里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迷你自然生态区 加上充分利用水资源 游泳池的水另外用作灌溉浇花 还有鱼池用水也成为了相当好的校外教学场域 台东县议会坐落于新兴行政区域的中心枢纽 这里不仅仅只是县内的最高议事殿堂 除了必要的硬体建物之外 广大的区域绝大部分都用来进行绿化之灾 当初因为我们现役会用地很广 然后除了硬体建筑之外 我们其他的地方我们也要来做成一个绿色的规划 所以我们会有外面的一些花花草草的这个绿色的建筑算是这样 不像其他政府机关冷冰冰的建筑 在这里反而可以享受到淋淋遮阳 出处鲜绿的舒适感 我们这边有整个绿化美妙做一个很彻底的改变 包括还有油气空间 就是要开放给这个乡间 这个空间一起来做休闲 包括我们的绿化生态池等等的整理 这个生态池 其实我们早期也不叫做生态池 我们只是说造一个造物的美景而已 一个景观池 后来这个景观池因为我们有养鱼 然后有种一些树 然后它自己再慢慢成长之后 变成现在像这样子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 变成一个生态很好的一个池 从根深入旧址 迁到这里已经超过十年 基础一师大楼与研究建筑的规划设置之外 大部分都用作植树与营造绿地面积 甚至这处迷你生态池 也具备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功能 我们其实台东建议会的水 我们都是有再利用的技巧 然后因为我们台东建议会有游泳池 游泳池的水我们是用地下水 会有放药物在里面 消毒水 可是我们游泳池的水 如果使用完之后 我们就一定会把它排到 排到另外一个池子 儲存起来 然后送到上面的水塔 然后从水塔里面再留下来浇灌 我们所有的这些体验的花草 然后这个像生态池的这个水 也是因为经过这样子处理之后 它留下来 里面的鱼还是可以照样抹 所以表示说我们那个游泳池再生的水 再利用的水 会它的价值 游泳池的水 在定时更换的时候 会经过抽吸系统 直接抽到楼顶的水塔 平时可以作为灌溉环境 花草树木之用 多余的水则供给生态池 你可以想象 连排水沟里的水 都可以让孔雀鱼的小鱼 悠悠繁殖 可见生态池 各种水生植物的水质过滤功能 有多强 现在我们台中市的空间里面 所以市区几乎都没有 所谓动物 那个飞鸟 他们的生活基地 因为在这个郊区这边 配合到和纳鲁湾等等 这个观光饭店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的社区 比较利益昂然 连结上 未来的康乐区 一直到接过去就是史前文化博物馆 这整个区域里面 绿化美化 乃至于对环境的重视 可以形成一个绿带 这是我认为 我们可以努力 再继续努力的空间 未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这里 不妨停下脚步 对于喜欢拍照的人来说 幸运的话 或许也能看见 流鸟在这里短暂栖息的踪击 不用大老远跑到深山野溪 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稍作停留 再输一下 自以享受凉风抚面的轻松氛围 东带新闻张家伟 台东市报导 许多在台东偏乡弱势的家庭 在痛失家中的经济支柱之后 陷入了困苦无一的生活 有时碍于政府单位协助资源有限 而这个时候就真的很需要 社会上公益团体的帮忙 台东县希望光怀协会 去利用了邮政公司 所推出的微型保单 将爱心送进原乡部落 提供了原住民或是贫困家庭 等等一百名的免对保险 虽然是少许的费用 但是能够有40万元的保险保障 在意外发生的时候 可以及时帮助一个家庭 度过难关 也让偏乡弱势的家庭 有一个安心的保障 台东县希望光怀协会理事长 郑明贤过去看过 许多偏乡原住民若是家庭 在痛失家庭的经济支柱后 就陷入了困苦无一的生活 政府的社福单位 虽然能够提供协助 但因为经费有限 就只能解决人民之急 协会利用邮政公司所推出的 违行保险 只要少许的费用 就能够帮助一个家庭 度过难关 因此 在与协会成员讨论之后 一致通过 将提供一百位偏乡原住民 免费的保险 有很多的原住民的部分 就比较弱势 然后我们想要借这样的一个 那么好的一个危险保单来帮助他们 万一它发生了事故 家里能比较能一笔钱给他做一个 抚慰家里的生活开销 以及后续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一直说如何来帮助他 我们才来设计这样的一个 帮助他的一个情况 正明显说 协会所提供的免费保单 除了一年期保了十万元的定期受险之外 另外加上三十万元的意外险 被保险人如果发生意外 总理赔金额就有四十万元 加上各乡镇的邮局 民众要恰询 理赔也都十分方便 让偏乡弱势家庭 有个安心的保障 我们都是希望透过里长的部分 哪个家庭有需要 我们就以家庭一位 一位来为做标的 然后把资源分散 然后给最需要的人 如果我们今年保完了以后 我们明年还是一样 会推出这样的一个名人 给村长 他是最需要的那个村 而且我们就给他 整年度的保障这样 东南新闻曾经雄历婉珍 台东市参谎报导 台东医疗人员比外线市来得有限 而专科医师的人力更是不足 常常就会有民众只要是看诊 就会往大医院来就医 也形成大病痛或是小病痛的患者 排队等待医生的情况 为此台东市卫生所在主任的争取之下 和台北荣总医院台东分院合作 在每周一 三五由专科的医师进驻卫生所 分别就心脏内科 胸残科 还有家医科来看诊 除了达到分流化的看诊之外 也有效的疏减了 在大医院患者们排队 等待看诊的现象 设置在各项镇市的卫生所 就像社区诊所 一样有诊疗室 有医师为前往的民众看诊 不过以台东的医疗人员 和卫生室的比较 却是相当有限 而专科的医师人力更是不足 常常就会有民众 只要看诊就会往大医院就医 也常常形成小病大病的患者 一起排队等待医生的情况 为此台东市卫生所 在张育军主任的争取之下 和台北荣总台东分院合作 从7月份开始 在每周一 三五都有专科医师 进驻台东市卫生所 分别就心脏内科 胸腔内科和嘉医科 来为民众看诊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相对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三个专业的医师 愿意让我们台东来服务 让我们的台东市的市民 究竟的能够有一些小病 能够使用到我们社区的诊所 而不要就是有一点小病 然后就跑到大诊所 大家去排队 其实那个时间也会拖很多 那我觉得大医院跟小医院 能够做这样一个分流 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我们究竟的 台东市卫生所 就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那我在这边也要感谢 这个北荣台东分院 可以这样大力的 为我们来做这样 在医院人力许可的情况之下 北荣台东分院 秉着深入地方服务的理念 进驻台东市卫生所 也达到就诊分流 疏解诊所和医院看诊的患者 当然啦 就是医院上面的事务 是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的医院的医师的阵容上面 应该还算可以持来支援 你像是说我们的胸腔科 在整个台东市来讲的话 我们就有三个胸腔科医师 算整个台东市医院里面 我们算是最抢阵容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依据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 一个离此的胸腔科医师 又要回来了 所以对胸腔科的筛检 或者是说 结合病的防治 我们会尽量的配合 卫生局这边来做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先是跟张主任 这边的台东卫生所 这边的合作 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能够把我们医院所的资源 能够挪到这边来 然后为这边台东市美服务 除了医疗之外 台东县卫生局提升 健康保健上的服务 在各个卫生所都有 健检设备 让民众可以就近到附近的 卫生所检查 其中包括癌症以及慢性疾病 等等的检查 都可以让民众充分利用 除了提高各种疾病发生的预防 更节省了民众 就医看诊的宝贵时间 东台新闻 从日治时期就存在的台东市立泳泉公园 早年当地的居民以普鲁来称呼它 由于中年自然涌出的水源 清凉无比 也是全台唯一一座天然泉水游泳池 很多民众在夏天都会前往溪水 不过为了提升泳泉的安全性 也要改善它周边的环境 台东市公所争取了1200万的经费 发包工程也开始动工进行 从7月1号已经暂停营运 而目前暂停开放 所以在整修完成之前 民众还要再等一等了 炎炎夏日泳池细水 是大家必属的夏季首选 而台东市立泳泉运动公园的游泳池 总会聚集许多民众不约而同 前往细水享受清凉的天然泳泉 但是为了提升泳泉的设施 给前往的民众一个安全的环境 台东市长张国舟在上任之后 争取到了1200万元的经费 也在6月发包完成 工程也开始进行 因此7月1号开始 整个泳泉运动公园 全面暂停开放 尤其在智子夏天 很多我们爱好游泳者 都很喜欢借我们泳泉 但是在我们施工当中 可能我们会秦始 我们爱好游泳者 到我们泳泉去游泳 这也是要请我们市民来建议 在施工期间 可能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去完成 个人在上任以后 也跟我们的事务团队 我们共同的研究 一上出来 我们还是操作委外 让我们委外的公司 它下去经营 操作更先进 同时也要照顾到我们市民 这个夏天 想要前往细水的民众 恐怕还要再等等 而另外考虑到 施工所的财政问题 这座势力泳泉 也在计划当中委外经营 也希望能够让施工所 在财政上收支平衡 让民众也可以安心使用 达到两全其美 它除了让我们能够停止 在支付这些泳泉的 营运的收入之外 它还能够让工所 每年能够赚得 25万这样的一个 占一个全力金 在市场的一个努力之下 我们也希望是说 永泉希望在今年 能够把相关的工程 都能够全部都建置完成 也能够跟我们的 委外的厂商 在今年去做相关的 移交的工作 希望明年1月1号之后 能够全新的永泉 能够展现在我们台东 市民为我们台东市民做服务 台东市立泳泉运动公园 位在台东海滨公园附近 水中还可以清楚地看见 地下泳泉不断地冒出 还有许多鱼儿游来游去 形成人鱼共游难得的景象 而这座全台唯一的 普鲁泉水游泳池 在早期也是游泳国手的培训地 更是许多游泳爱好者回忆的地方 虽然目前在整修的期间 台东市公所也呼吁民众在开放之前 请不要私自进入到泳池中 细水以免会发生一味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导 再来关心气象方面的资讯 本周受到西南气流带来的 丰沛水气的影响 中南部地区首当其冲 容易发生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而北部地区也有午后大雨的现象 气温也会烧降 而中央气象局就提醒了 民众应该要留意雷震雨 所伴随的瞬间大雨 雷击强震风以及吸水暴涨 淹水等等的现象 而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离岛 可能会出现瞬间超过十级的强震风 所以民众千万不要掉以轻型 来看到农民丽的资讯 国立的7月20号当天是农历的6月5号 在当天日冲属兔5岁和65岁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当天适合嫁娶纳财定盟以及开光 比较不适合的是上凉入宅修造还有动土 及时是落在了子丑鸣鸥这四个时间 来看到星座的运势 本月主打星聚学座的朋友 本月的贴心星座是双鱼座 而本月的财神星座则是处女座 而在整体运势上是只有两颗星比较不佳的状态 来看到整体运势的解析 这个月整体运势比较偏低 而单身者要当心考虑太多而错过缘分 有伴侣者心里极容易出现不平衡的状态 而在工作上忙而有得 越信心越能够得到肯定 金钱进出的基本平衡 想要有更多的金钱存入银行 得需要在投资上下一点功夫 提供给你泽力之小语 生活不会因为幸福才有微笑 必须先笑了幸福也会相随 所以用心感受处处都会有惊喜 提供给您最参考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小事请锁定20频道 做您平安喜乐 我是婉珍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